在唐朝末年 那个时候藩王嫩割据一方 尤其是在西北黄河流域 有三方势力都想争夺天下大权 你瞧 一个是柳王 一个是段王 还有一个是李王 三个人各自占据着自己的地盘 相互之间又制衡着 结果战事不断 百姓苦不堪言 其中柳王是个残暴之徒 所到之处都是尸横遍野 这年龙东 他带着大军来攻打段王的城池 段王看起来文质彬彬 但可一点也不怂 手里拿着红银枪 直接出城迎敌 准备和柳王对阵 两军在阵前对峙 柳王开口就威胁段王 赶紧把地盘让出来 不然我让你鸡犬不宁 段王不甘示弱 反击道 柳王 你这个杀人魔王 今天我替天行道 话一说完 两人就像出唐的子弹 带着各自的军队冲了上去 马蹄声轰隆隆的 连大地都跟着颤抖 瞬间 黄土飞扬 混成一团 谁能保住命 全靠这一刀快不快了 没过多久 原本一片黄土地上 就开始见红了 血流不止 尸体横七竖八 段王和柳王一黑一白 拼得不可开交 可段王身形太单薄 柳王的单勾长几大砍刀 五动生风 不多时便将段王的红银枪砍脱了手 段王两手空空 贴着柳王的刀刃 马背上东躲西闪 硬是躲过了柳王的每一刀 最后 他找准了机会 翻下马来 捡起一把长剑 和柳王劈杀了几招 段王这次大败 柳王乘胜追击 一路追赶段王 从城外一路打到城内 硬是把段王的城池给夺了下来 柳王不打算手下留情 是要赶尽杀绝 非得把段王彻底解决了不可 两人骑着快马 一前一后飞奔到黄河边 河面上截着厚厚的三尺兵 他们踩着兵面 段王急着往李王的地盘跑去 想借机求个活路 但谁知 李王是个老奸居滑的角色 明知道段王命悬一线 却死活不出手帮忙 直到柳王甩出流星铁爪 把段王从马背上拽下来 看样子要得手了 这李王才叫人放剑 可是这乱剑射出来 根本分不清射的是谁 分明是要两边都置于死地 想做收鱼翁之力 柳王见识不妙 赶紧掉头 拖着段王躲出了剑阵 先保命 等躲开剑阵后 柳王开始不留情地折磨段王 他那把长挤 前后都是利刃 对着段王就是一阵猛刺 轴准机会 像插鱼一样 猛地刺向段王的肩膀 眼看段王命不久已 就在柳王准备再补上一刀 了结段王时 突然 一顶草帽飞了过来 就了段王一命 紧接着 一匹快马直冲过来 马上骑着一个满脸胡须的剑客 手持长剑 直冲柳王 将他打落马下 这个剑客名叫马翼 身形瘦靴 眼神像刀锋一般犀利 手里握着三尺三寸的长剑 他离家十年 四处学艺 今天刚好回归 就遇上了这个场面 柳王一看情况不尿 立刻把长挤一分为二 变成一手短挤 一手短枪 跟男主厮杀起来 可男主十年魔剑 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手中的长剑仿佛活了一样 招招林立 直攻柳王要害 把柳王逼得只能招架 柳王在男主的剑术压制下 毫无还手之力 男主的厉害之处还在于 明明能一剑要了他的命 却始终手下留情 这十年的修炼 不仅让男主练成了精湛的剑术 更让他拥有了一颗脱俗的心境 柳王见自己落败 只好跪地求饶 趁男主不注意 他一脚蹬地 翻身上马 赶紧逃命去了 这时 老奸巨华的李王站在墙头 看到男主身手了得 立马派人去找他 想要招入账下 要是不能为己所用 那就直接除掉他 段王也不甘落后 派人四处寻找男主 一方面要报恩 另一方面也想把他留在身边 为己所用 受了大辱的柳王 心中怒火难消 直接带兵杀到了男主的村寨 将村里老小 连同男主的妻女全都杀害 男主踏马归来 眼睁睁看着家人倒在自己面前 柳王残暴无道 单手执己 竟把男主的女儿挑起来 男主愤怒之下 转身一件刺伤柳王的手臂 柳王吃过一次亏 哪还敢恋战 赶紧收兵逃走 十年在外漂泊修炼 好不容易回家 竟然碰上这场大难 男主痛彻心扉 心中苦痛难掩 他勤学苦练的高超剑术 本想着有所作为 结果连家人都没保住 斗志瞬间崩溃 终日借酒交愁 醉生梦死 这天 男主在街头喝酒 突然被一个卖艺的年轻人 吸引了过去 这人叫车天 靠街头卖一为生 腰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腰骨 活像之窜天猴 翻飞腾挪 口齿凌厉 逗得围观人群哈哈大笑 可无奈战火连年 车天到了要钱的环节 围观的都纷纷散去 连买个馒头的钱都没讨到 叫苦不迭 男主见状 随手丢了一块碎银给他 车天见到碎银 乐得笑开了花 赶紧凑到男主跟前 刚要说几句感激的话 结果李王的两个手下追过来了 开口就是高官厚禄 想请男主为李王效力 但男主哪有心思当官 随便敷衍几句 就把这两人打发走了 继续一杯接一杯的喝酒 直到醉得不省人事 等到要结账时才发现 自己光顾着行侠仗义了 身上分纹未胜 碎银都给了车天 店家一看他没钱 直接没收了男主的配件 还把他抬出酒馆 丢进了臭水池里 车天心里想着 收了银子 总得替人家解决点事吧 不忍心男主冻死在荒郊野外 就把他背到了自己落脚的山洞里 这男主大醉之中 被冷水一击 眼前全是仇人柳王的影子 拔剑就朝车天刺去 可就算醉得不省人事 男主的醉剑依旧收放自如 丝毫不乱 车天灵机一动 心生一计 想着干脆用酒当诱饵 让男主跟他搭伙卖艺 这男主的醉剑 加上自己的一张巧嘴 俩人搭配 肯定能挣不少银子 眼下为男主熟见余下的几文钱 根本买不了什么好酒 没办法 男主随手捡了个杜康酒瓶 任凭酒家王李冠 正在买酒时 李王的手下还是不死心 既然不能拉拢男主 那干脆把他除掉 于是两人合谋 一个找茬拖住车天 另一个趁机把毒药 投进了男主的酒瓶里 想要毒死他 可偏偏车天足够倒霉 刚出酒馆 就被一群小乞丐抢劫 杜康酒飞出 摔在地上撒了大半 车天一看也没办法 银子都花光了 没法再买酒 瞅见饭馆的刷碗水 也不管什么水 直接灌满了酒瓶 这么一折腾下来 毒性倒是稀释了不少 拿到酒的男主也不多想 抱起来就灌进了肚里 这男主喝着酒 虽觉得味道有些怪异 但有的喝总比没有强 兴致来了 酒瓶一丢 长剑跟着一挥 喷的一声 就把酒瓶打碎在空中 男主舞起醉剑 身边马上围了满满一圈人看热闹 他一边舞剑一边想着 自己苦练十年 竟然沦落到街头卖艺 心里有些不快 于是他轻摇剑尾 随着醉意四颠四狂的舞动长剑 借着酒劲 把满腔郁闷都尽情挥洒出来 然而正舞到兴头上 突然感觉肚子隐隐作痛 原来是毒药开始发作了 李王的两个手下在旁观察半天 见他没事 干脆拔出长枪和短刀 冲上来砍杀 这卖艺的场子瞬间变成了战场 尘土飞扬 男主常见游走其间 本想应对的轻松些 和他们切磋一番 可没想到对方出手 就是要他的命 几次三番竟把他砍伤了 男主这才意识到来者不善 咬紧牙关 拼尽全力应战 但因中毒加上酒劲 功力大打折扣 虽说好不容易打掉了两人的兵器 将二人逼退 自己也因毒发作 眼前越来越模糊 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喝的酒有问题 他心里一沉 怀疑是车天下了毒 便提见摇摇晃晃追着车天 来到黄河岸边 黄河水滚滚而下 水势磅礴 凶险异常 此时男主毒性发作的更厉害了 眼前几乎全黑 神志越来越模糊 终于晃晃悠悠的倒在了岸边 昏死过去 差点就被黄河水卷走 关键时刻 车天还有点良心 把他给拽了上来 刚脱离险境 还没喘口气 断王的人马就到了 把男主和车天抬回了断王府 见到救命恩人到了 断王也顾不上显赫的身份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形大里 不过得知 男主眼睛已经看不清 断王脸色有些阴沉 男主看透他的心思 也不多话 直接叫人关上大门 把车天绑起来 浑身点上蜡烛 大唐瞬间黑了下来 只剩车天终身的蜡烛 在闪着微弱的光 车天下的东躲西藏 以为男主真要他的命 连声求饶 黑暗之中 男主手持宝剑 借着烛光亮点 紧追车天 剑法精准 不断砍断他身上的蜡烛 最后一剑 贴着车天的头皮划过 把最后的蜡烛也灭了 车天活了下来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展示 让断王拍手称赞 觉得男主并非无用之人 于是断王赏赐金银珠宝 挤衣华服 命人带男主洗浴更衣 随后一行人前往庙法寺 进香祈福 谁知香还没点上 一帮杀手早已埋伏好 从天降 大门一关 把三人围在庙中 长刀砍杀而来 男主听声变味 凭着伸手放倒了几个杀手 但这帮人很快发现他眼盲 便敲鼓制造噪音干扰 弄得场面一团乱 男主难辨方向 挥剑防守 勉强应对 危急时刻 车天剑撞 机灵的开始丢燃烧的蜡烛 借着微弱的光亮指引方向 男主跟着光点行动 主一干掉杀手 最后只留下一个活口 逼问出原来是柳王派人来刺杀 断王文言怒不可遏 是要起兵讨伐柳王 但一提到去送战书 手下们都知道柳王残暴凶狠 无人敢去 最后还是男主站了出来 正好借机替妻女报仇 断王许诺千两黄金 让车天给男主带路 二人立刻出发 可一到城墙外 车天就吓得腿软了 自打柳王站了断王的城池 每日屠杀俘虏和百姓 简直把城墙变成了地狱 尸体不是挂在城墙上 就是被丢在荒滩 个个死状凄惨 这样阴森恐怖的地方 除了男主这般大侠 哪有凡人敢来 简直是有来无回 车天当即想要逃跑 但男主举起盲公主 指着他的喉咙 逼他喝下一大口 杜康酒壮胆 二人这才拿着战书 走上城楼 果然还没等他们报上名号 柳王的大长剑 便直劈下来 根本不给半点喘息的机会 两人都没带武器 男主手中仅有一根盲竹 哪有杀伤力 仇人在眼前 手无寸铁 男主和车天 只能连滚带爬的逃命 车天跑得快 一溜烟跳下城墙 逃到失衡遍野的空道闹市 冲进一家爆竹店 捞起一堆鞭炮当武器 窜天猴虽说杀伤力不大 但羞的一声射向敌军 炸开的响声 把追兵吓得一愣一愣的 车天还把炮杖绑满全身 手持一根点着的箱 活向那行走的火药人 随时发射窜天猴震慑敌人 正巧男主也从城墙上跳下来 被追得满地乱窜 二人慌不择路 又让回城楼 车天的爆竹烟花 一路乱炸 趁着此刻 二人赶紧从城墙翻下 策马狂奔而去 柳王哪里肯轻易放过他们 带着人马一路猛追 正所谓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早在城外埋伏的段王抓住机会 趁柳王离开城池 带大军一举攻城 将城池夺了回来 男主和车天被柳王追赶 逃到了一处山沟 碰见了许多无家可归 流落避难的百姓 官兵一道 百姓们惊慌失措地四散逃命 可柳王的兵不分老弱妇孺 见人就看 根本不留活路 这些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 已是家破人亡 见柳王如此残暴 只得拿起手中的农具 与他拼死一搏 在大家齐心协力下 男主抓住机会 用一根木棒刺穿了柳王 这个作恶多端的魔王 终于命丧当场 可百姓的心中 满腔木火难平 转头一看 发现车天还穿着官服 立刻把他吊了起来 百姓们把男主也围住 有人愤怒地指责 你们这些当官的 只知道争权夺地 从不顾及我们的死活 我们家被烧了 人快被杀光了 你们还在打仗 而另一边 段王却满心欢喜 因他除掉了柳王这个心腹之患 不仅夺回了城池 还把柳王的地盘 尽数收入囊中 可谓双喜临门 于是大百宴席庆功 剩下的李王在慢慢对付 听了百姓们的指责 男主心有所感 他明白道 要拯救苍生百姓与苦难 不是他一人之力能够达成的 于是决议离开段王 开设剑道馆 广收门徒 传授武艺 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 其中不乏剑鼠高手 看着这些志同道合的侠士 为黎明苍生汇聚一堂 男主仿佛找到了人生的希望 也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一天 男主在野外策马及驰 远远听见呼救声 寻声而去 发现一群鬼面杀手正在围攻一名年轻女子 男主白剑相助 经过一番厮杀 总算将杀手们击退 救下了女子 并把他带回了剑道馆 二人相处几日 女子对男主渐渐轻心 而这伙鬼面杀手 可不是复活的柳王 而是段王派来暗杀李王的 段王原本计划 把李王的女儿 甄甄抓作人质 不料被男主缴了局 把人给就走了 段王表面慈眉善目 实则心思深沉 他见截杀失败 假称李王想要新兵来犯 以夺回珍珍 段王提出让男主护送珍珍回李王身边 以此化干戈为玉帛 平息战火 男主觉得 这是个只战的好机会 欣然应允 可还没等人马出发 车天就坐不住了 抢先一步策马奔向李王 想先报喜 好灵赏 哪成想 他一到李王那儿 就被五花大绑 成了人质 李王随即带着人马和车天来交换珍珍 眼看交换成功在即 李王先开轿连却愣住了 他女儿珍珍竟然浑身是血 早已没了呼吸 看到自己的女儿成了冰冷的尸体 李王怒火中烧 打出三节棍和流星锤 冲向男主 招招致命 男主自知理亏 一开始并不还手 但当李王说出 当初派人毒害他的真相 男主这才出见反击 别看李王年纪已高 这流星锤使得凶狠异常 毫不留情 是要将男主打成肉酱 就在男主处于劣势时 车天站在高处 用冰块砸向李王分散其注意 男主趁机一箭刺中李王 结束了这场厮杀 而这一箭 刚好被活着的真真看到 原来轿子里的尸体是假的 一切都是段王精心设计的阴谋 他故意激怒李王 想借男主之手除掉他 而现在李王已死 段王趁机让活着的真真现身 亲眼看到父亲惨死的现场 然后给男主和车天 扣上谋杀藩王的罪名 将他们压去问斩 真是够狠 行刑当天 男主深知自己误杀真真的父亲 默默低头认罪 心甘情愿赴死 可车天却说出了真相 破口大骂段王 说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还用这阴险手段借刀杀人 听完车天的话 真真也开始有所怀疑 当即以替父报仇的名义 亲手割断了男主身上的绳索 放他一条生路 但此时段王人马 将二人重重围住 根本不可能轻易脱身 真真依然站在男主身前 以自己父亲的江山相让 愿意交换男主的性命 江山早在段王掌控之中 哪里需要什么相让 冷不防一剑穿透真真的胸口 车天再也按捺不住 他捡起地上两把刀 冲入敌阵 疯狂厮杀 为男主争取逃命的机会 可惜真真伤势过重 不久便香香欲允 此刻只剩男主与车天两人 你替我挡枪 我替你抵剑 互相搀扶着艰难突围 幸好此时 见到管的弟子们前来救援 男主跨上马背 在这车天一路逃到庙法寺 逃至庙门口 车天知道自己伤重难愈 不愿拖累兄弟 于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短剑刺入自己心脏 死在男主怀中 男主悲痛欲绝 寺院方丈见追兵逼近 集中生智 埋下车天尸体 假装二人已亡 成功骗过追兵 保住了男主性命 至此 黄河中原三族鼎立的局势 也因柳王和李王的相继死去 彻底破裂 断王成了唯一的霸主 天下一定 断王意气风发 准备到妙法寺去还愿 如果这样一个心狠手辣之人 真是天理不公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现身 要向断王讨个公道 断王对男主的功夫了如指掌 认为无论是男主势力 未损钱的身手 还是瞎眼后的战斗技巧 自己都能轻松应对 两人交手 果然旗鼓相当 就在僵持之际 男主忽然心生一技 打灭了烛火 大殿顿时陷入一片漆黑 在这黑暗中 男主借助敏锐的听力 瞬间扭转了局势 断王见识不妙 转身逃向黄河岸边 最终男主追上了断王 再一边是心系百姓的侠者 一边是只顾权势的枭雄 二人再度决战 面对男主的快剑 断王终究难以招架 被一剑刺穿胸口 掉落黄河之中 表结了一生的全谋 事后 男主向助持表达了 皈依佛门的意愿 但方丈却对他进行点误 天下并未太平 虽然黄河三王隐灭 可在其他地方 依然有人争斗不休 百姓受苦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真正的侠义之道 还在前方听了方丈的劝告 男主心有所悟 决定继续行侠仗义 为天下百姓的安宁而战